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确诊了绝症只剩三个月,老公就,迫不及待把白月光养在我的公寓。 我假装不知,把房低价卖给流浪汉,不料当天夜里的事,让所有人都吓傻了。 我得了绝症,还剩三个月,我有爱我的丈夫和婆婆。 在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在为我的丈夫担忧,没有我她怎么办。 所以我做好了晚饭,一个人在房间里睡觉。 迷迷糊糊中,我听到了丈夫和婆婆的谈话声。 结果没想到他们一家子都是道貌黯然的小人,我直接发疯。 妈,你小点声,然然还在睡觉呢。 哼,这个时候还在睡觉,要不是已经把饭做好了,我非要给她点颜色看看。 我放在门把手上的手艺浆,这还是我那个平日里和蔼可亲的婆婆吗? 妈,你就再忍着几天,然然昨天已经说要把那笔财产拿出来呢。 等我全部转移出去,我就跟那个黄脸婆离婚。 周正似乎已经想到以后的美好生活了,语气上扬着。 小夕已经怀孕了,妈你不是一直想要抱孙子? 要不是楚然有那笔遗产,谁会跟她这样的女人结婚? 听到这,我再也忍不住了,几乎就要夺门而出。 指甲陷入肉里的疼痛让我清醒,现在冲出去揭穿她们,最好的结局也只是离婚,她们得不到任何惩罚。 反正我也只有三个月了,倒不如来个鱼死网破。 打定主意后,我推门而出,周正跟婆婆仿佛是演员一样,见到我立即喜笑颜开。 然然,怎么睡这么久,我跟妈可等了你好一会呢? 我扶开周正,想要拉住我的手,自顾自地坐下,吃吃吃,就知道吃,一大桌子菜都是我做的,你们好意思提前吃。 婆婆似乎愣住了,没想到我这样说,但很快又调整好了心态。 然然,我跟阿正也是担心你,睡了这么久,早就饿了吧,快来吃。 周正皱着眉头,好像是想训斥我几句,我在他开口之前提前说道,老公我今天去看医生,医生说我欲结于心,需要多发泄一下,我也不想这样说你跟妈的。 说着,我给他盛了碗汤,跟平日里一样,一副好女人的样子。 周正这才没了不快,又含情默默地看着我,老婆,你辛苦了, 我们委屈一些不要紧的。 我暗暗冷笑一声,那你们可不要怪我了。 吃饭的时候,婆婆又开始像往常一样挑三拣四。 然然,你这茄子炒得有些闲了,豆角也闷得不太熟,阿正在外边辛苦了一天,你要做好闲内住才行啊。 如果是平常,我大概会忍耐下来,然后开始道歉。 晚上跟周正抱怨的时候,还要被说不孝顺,但是已至此,我当然不会再忍耐下来。 我将碗狠狠地放到桌子上,故意刻出很大的声响。 周正张口就要责怪我,我在他开口之前,一拉桌布,所有的饭菜噼里啪啦地掉到地上,一片狼藉。 不吃?是多就都别吃了,我辛辛苦苦做了一大桌子菜,都别吃了。 既然妈对饭菜这么挑剔,为了阿正的身体,以后就妈来做饭吧。 说完我没管二人的反应,提着包就出了家门。 至于那一地狼藉,总会有人收拾的,以前是我,以后就不知道是谁了。 给闺蜜果果打了一通电话后,我们相约在城里一家贵价的日料店。 结婚以前,我是很喜欢吃日料的。 结婚后,周正经常说日料又贵又不划算,还不健康,不如在家做了吃。 我信了她的鬼话,结婚后没有再吃过一次日料。 到店时,果果已经安排好位子了,我大致地给她说了下事情的经过。 她眼一红,眼泪巴搭巴搭就掉了下来,然然你,真的只剩下三个多月了。 我心态倒是很好,从很多年前,我就是自己一个人。 多亏检查出来了呢,要不然,我还被周正他们母子耍得团团转。 对于生死,我好像一下子释然了,果果擦干眼泪,重新问我,那你打算怎么做? 可不能让他们过舒坦了。 她侄子上学的费用都是我给交的,她还敢出轨。 说着,我拿起电话来向周正侄子周燕的学校拨去,表示不会再承担她的费用。 周正的侄子两年前中考考了一百多分,是一个连最普通的高中都考不上的程度。 所以,婆婆想让周燕去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 至于这钱,自然是由我这个冤大头来出。 可是她不仅不好好学习,还在学校内搞小团体,浪费我的钱。 随即我让果果联系了四家侦探,并帮我找一名律师打离婚官司。 最好不仅让周正净身出户,她的财产还要补一半给我。 回到家后,我懒懒地洗了个澡,没有管葬衣楼里的衣服, 找了个巨后,美美地躺在床上。 不一会儿,周正进来了。 老婆,我的衣服怎么没洗啊? 我明天还要穿呢? 我不耐烦地看了她一眼,将嘴里的果和土出来。 你也知道那是你的衣服啊。 你就说里边有我一件衣服没,挺大个人啊,自己洗衣服都不会。 周正刚想说些什么,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打断了她。 大概是周燕的爸妈打过来的。 果不其然,挂断电话进来时,周正怒气冲冲地看着我。 你怎么把燕燕的学费和生活费给停了? 她马上就要高考了。 你这不是耽误她吗? 周燕是你的亲侄子,可不是我的侄子。 你要是怕耽误她,你给她交学费。 周正没吭声,一个月两万的开销,加上生活费杂七杂八的,也得三四万了。 老婆,你怎么与我身份了? 我的侄子不就是你的侄子? 我没说话,装作生气的样子窝在被子里。 老婆,她拿出财产公正书,是我昨天答应她的把财产全部转移到我们的名下。 哼,也不知道这个时候了,她怎么有脸拿出来的? 我才不签呢,说不准你明天就拿这钱供你那侄子去了。 对付周正这样的人,要有尺度,如果太强硬,她未必不会做出什么事来。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她哑巴吃黄脸,有苦说不出。 你心心念念的财产,因为你宠爱的侄子而得不到了,这可不能怪我。 周正抱着我,发誓道,这是我们的资产,我绝对不会给周燕那个臭小子的。 我没说话,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头一天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睡到十一点起的床,六点的时候,婆婆进来喊我做饭,被我骂出去了。 睡到自然醒的感觉,可太棒了。 没想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婆婆又坐不住了。 然然,你怎么能把燕燕的学费给停了? 那可是周家唯一的孙子了。 你也没能有个孩子。 哎,一家子以后不得全指望着燕燕了。 要我说你现在可是要对燕燕好一点,现在你哥嫂住的房子有点小了,我放下筷子,碗筷撞击的声音格外清脆,婆婆被吓了一跳。 指望周燕,啊,如果我没记错,她这两年的成绩没有一次上过四百,是指望她以后捡垃圾养活你吗? 你不说我还忘了,他们二人住的还是我的房子,既然嫌小不愿意住,那明天就搬出去好了。 周燕爸妈住的房子是我结婚以前制辈的房子,结婚后,婆婆说周燕到城里来学习,买不起房子。 所以,想借住我的房子,这一住就是两年,非但不感激,反而整日里挑三拣四,甚至想让我再买一套带有周燕名字的房子。 这一家人,真是不要脸急了,我越想越生气,又一拉桌布所有的碗筷哗啦啦掉到了地上。 最迟后天,我不希望我后天去的时候看到他们一家的东西。 周正拉住我,语气凶狠,楚燃你今天在闹什么? 一家子和和美美地吃个饭,你非要弄得家里不安宁。 我趴得一巴掌,甩在了周正的脸上,死渣男,我早就想这样做了。 我只是说出事实,就不安宁了。 你最好赶紧通知你哥嫂,不然到时候难堪的是你们。 婆婆看到我打了她心爱的儿子,顿时心疼不已,哭喊道。 儿啊,你说说你这是娶了个什么女人啊? 你爸爸要在天上看见了,非得气死不可呀。 说完又伸过手来想打我一巴掌。 我早有防备,往身边一躲,她整个身子趴在了桌子上,身上还有饭菜的残渣。 你,你还躲,怎么有这么不孝顺的儿媳啊? 我实在是受不了她哭喊着嗷嗷叫,转头离开了。 我将自己的那套房子挂在市场上卖。 再住那套房子,我觉得有些晦气。 随即在公司附近找了个位置优越的大平层,这幢房子是老早以前就看下的。 这两天里,果果找的私家侦探不断地向我发周正跟他情人的亲密照片。 他的情人我认识,叫夏千歌,是娱乐圈里的十八岁小网红,靠着脸和绯闻上位。 周正在他们公司里只是个总经理的位子。 我实在不清楚夏千歌怎么会跟他勾搭在一起。 夏千歌的肚子已经有些显怀了,看样子月份也不小了。 我挑了几张两人的亲密照片打印下来,以后或许有大用途。 到第三天,我用钥匙打开了房子的大门。 里面的三人正在吃饭。 哦,周燕被退学了。 周燕见到我恶狠狠地盯着我,我扫尸着房子里他们的物件,给身后的搬家工人一个眼神。 周燕的妈妈李小静顿时慌了,堵着门不让人进。 你们到我家里来干什么? 别搬。 那是我刚买的彩电。 你家里? 如果我说错,这房本上的可没有你们的名字。 我劝你们赶紧把东西搬出去,以前我的东西也不让你们赔偿了。 周燕的爸爸周明天是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中国式男人,扯着嗓子就开始骂骂咧咧的。 周正怎么连自己的女人都管不住。 那就让我来替他管教管教。 说着便想要动手的样子,我身边的保安大哥冲了上来,一百八十八八块腹肌身强体壮。 周明天一看这架势就虚得不行。 感觉到我是来真的了,就拖着李小静要给我跪下。 然然啊,你把我们赶走了,我们可就没处去了呀。 怎么会,你们乡下的老房子不是还在,正好满足了你们要的宽敞。 李小静一愣,见没什么法子了,见着嗓子哭喊,然妹子,你可真狠心啊,不照顾你亲侄子也就算了,现在还有把我们一家人都赶走。 周围的邻居也都听见了这喊声,经过的也都指着点点着,这能让他们占了上风? 我酝酿了一下情绪,一瞬间眼泪涌了出来,我哪里不照顾艳艳了,一个月三四万的费用说交就交,要不是她在学校里欺凌别人,我也不会不让她去压嫂子。 至于这房子,是我父母在世的时候给我留下来的,你们也要抢走吗? 这是我唯一的念想了呀,嫂子。 群众的风向瞬间转移到了我这里,开始指责李小静和周明天。 这周艳好像还是个孝顺的,冲上去就要跟那些邻居打起来。 混乱之中,误伤了一个小男孩。 这可把小男孩的奶奶吓坏了,急忙送往了医院,并报了警,要把周艳抓起来。 李小静也顾不得什么房子不房子了,又去求着警官不要把周艳带走。 最终被处以干扰治安的罪名,拘留一天。 周明天大气不敢喘一个,竟然不顾妻儿灰溜溜地离开了。 周正的电话又打来了,我本以为是来兴师问罪的,没想到却是来道歉的。 老婆,我已经骂过我哥嫂了,他们现在也搬到了乡下的老房子,你就别生气了。 我跟妈都很想你,你快回来吧。 咱们还像以前那样过日子,好吗老婆? 老婆,然然你在听吗? 见我不答话,周正的一点点点耐心终于被耗尽了。 似乎是那笔财产还没到手,周正压低声音,又哄道, 我明天去你公司楼下接你,别闹了老婆。 见我还不说话,周正为了他那一丁点的面子果断挂了。 我面前摆放的,是周正和夏千歌一起走进撞楼的照片。 这幢房子是结婚一年后,周正拿家庭基金买的,美其名曰以后做孩子的学区房。 我将照片给许良,果果的哥哥,业界有名的婚姻律师发了过去。 照片是可以作为他出轨的证据的,净身出户可以,但是分出他的一半财产可能有些困难。 许良很快地发来一串语音,不得不说,他的声音是很好听的。 可惜经过这件事,我的心已经跟大润发卖鱼的阿姨的刀一样硬了。 是证据不足吗? 是缺乏直接证据,周先生完全可以说他是送朋友的妻子。 这几张照片,虽然有亲密的样子,但是大多数只是借位。 好,我知道了,等我找到更有力的证据会发给你的。 第二天在公卫上,外卖小哥风风火火送来的九十九朵玫瑰吸引了全办公室的注意。 旁边的小张羡慕地说, 然然,你老公可真好,结婚三年了,两个人感情还这么好。 我笑了笑,把花放在了他的位子,你前几天不是说想用玫瑰泡澡。 诺,现成的来了。 啊,然然你可真好,祝你跟你老公早生贵子咯。 走下楼,在电梯上就能看到周正的车停在大厦前面。 他站在副驾驶旁边,无比地,装。 玫瑰不喜欢吗?怎么没抱着? 我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去,有免费的司机,不坐白不坐。 送给小张了。 周正脸僵了僵,但到底还是没说什么。 到家后,桌子上已经做好了午餐一趟。 看来婆婆的手艺是有所精进。 老公,我想了想,前几天确实是我的不对。 周正一脸惊喜,你终于认识到了。 老公,你说得没错,我们是应该再在市里买个大房子, 只是现在我流动资金不太够用。 不如,不如什么? 果然,我话一松,周正就恬不知耻地凑了上来。 不如我们先把之前那幢的房子卖了。 周正和婆婆均是脸色一变, 然后婆婆开始打马虎眼, 听说那幢房子将来要升值呢。 我问过朋友了, 那幢房子十年之内是不会有大幅度的升值的。 我贴心地加了一块肉给婆婆。 只不过,既然妈不愿意卖, 我也不强求了。 我那笔流动财产, 大概有几千万吧, 估计也拿不出来了。 看到周正他们二人善善的脸色, 我不禁暗爽。 至于几千万, 我当然没有故意炸他们的。 这就是敌人在明我在暗的快乐吗? 又过了几天, 我看着私家侦探发给我的两个人在公寓的时间表。 特地挑了个两个人都不在的大白天去拜访一下。 指纹肯定是被删了。 我拿出钥匙, 轻松打开了门。 屋子里一片狼藉, 我对周正的厌恶有多增加了几分。 在卧室的一个角落处, 我悄悄地放了一个不起眼的小监控。 我问过许良了, 在自己家放监控是不犯法的。 做完这些事后, 我美滋滋到咖啡馆点了一杯最爱的拿铁。 放心吧, 周正现在被我拿捏得死死的, 还要跟他老婆离婚呢? 咖啡馆是私人咖啡馆, 隐私性很强, 但隔一属实是不怎么好。 你可不能跟他结婚, 不然我的孩子就要叫别人爸爸了。 哟, 惊天大瓜。 我悄咪咪地竖起了耳朵, 想再听听。 没想到, 二人接下来就开始发出嘖嘖的声音。 周正这头上是一片青青草原啊, 他这时想必还在暗息, 即将走上巅峰了吧。 好长一段时间后, 声音才停止了。 我悄咪咪探出头去, 夏千歌挽着的是另一个年轻俊朗的男人。 我就说夏千歌怎么会看上周正这样的人? 原来是急着给孩子找个爹。 夜晚, 夏千歌跟周正 果然又酱酱酿酿了。 我觉得恶心, 没有多看, 直接把视频发给许良了。 这可以作为直接证据。 楚小姐, 你打算什么时候起诉离婚? 我思考了一下, 现在周正住的房子当初还是我掏钱买的。 这房子收回来, 我不安心。 正当我费尽心思在想怎么把房子弄回来的时候, 婆婆打过来了电话, 可能是被我前几日的发疯吓到了。 她说话都带了几分小心翼翼。 然然, 你说的前几天的房子, 是静元那套吗? 我没说话, 她却倒默认了。 我想了想, 一桩的房子保值, 不如把我们现在的房子卖了, 你再添两千万。 两千万, 亏着老太婆说的出口。 还想着卖现在的房子, 主要是现在的房子也是我出钱买的呀。 那你跟阿正住在哪呀? 婆婆咬了咬牙道, 阿正住在公司里, 我这几天身体不太好, 就回去乡下住在老房子里。 你哥嫂帮忙照顾着。 我忍住笑意, 那不是有些委屈了您和阿正? 不委屈不委屈, 只是, 我能猜到她直直无无说什么。 果然, 下一秒, 就是委屈了你哥嫂, 加上前两天的事, 他们赔了好大一笔钱燕燕才没拘留。 我想, 这房子不如加上燕燕的名字, 燕燕以后也会孝顺你的。 这未免也太不要脸了, 我没拆穿它, 只是附和着。 嗯嗯, 妈你说的也有道理, 我跟阿正没有孩子, 以后就指着燕燕呢。 挂了电话后, 我就急匆匆地开始找寿楼处, 价格低些没关系, 能出出去就好。 过了几天, 中介打来电话说有看房的, 我赶过去后, 才发现是许良。 你要买这套房子? 我不可置信地问道, 你这套房子, 价格压得很低, 现在买最合适不过。 他向我伸出一只手, 合作愉快。 钱款很快就到账了, 周正和婆婆三天两头地打电话询问新房的事, 一一让我搪塞过去了。 听说婆婆在老家过得并不好, 李小静可不像先前的我。 没了在城里免费的房子, 存款也没了, 李小静仗着有个儿子, 从来不给婆婆好脸色看。 不过这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挑了个风和日历的日子, 我将周正出轨证据的复印件和离婚协议书发到了他的办公室。 证据确凿, 周正如果上诉, 赔的可不止那些。 周燕一家有一套大平层的梦想也破灭了, 我原本以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没想到, 他们一家的不要脸程度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 然然, 然然, 你快下去看看吧。 小张的表情好像有些一言难尽。 你婆婆, 哦不对, 前婆婆正在楼下闹事呢? 我不明所以, 我实在找不出 他们一家能再来找我的理由。 到楼下的时候, 已经聚集了一批吃瓜群众了, 他们交头接耳地在议论着。 人群的忠心, 我的前婆婆不负往日的精致。 也是, 没了钱, 周明天一家自然对她没什么好脸色。 恐怕都觉得给口饭吃就是赡养。 我那个儿媳就在你们公司上班啊。 不仅没有给我们家生个一男伴女, 离婚之后还要把家里的房子卖了。 一分钱也不给我老太婆留啊。 我怎么命这么苦啊? 听到婆婆, 哦不, 周女士的哭喊声, 我无比庆幸自己躲在了人群里。 而且自己的亲侄子也不帮衬着呀, 非要闹得家里四分五裂呀。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药摊上这么个儿媳妇。 有人上前询问, 她口中的儿媳到底是谁? 就是你们办公室的楚然啊, 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啊, 你们肯定不知道她背地里是这样啊。 说着还撒泼打滚, 要躺在地上。 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公司的保安开始出来感人了。 回到公司后, 所有人似乎都看着我怯怯私语什么, 就连老板也叫我去询问情况。 这件事情我会解决完, 不会给公司带来麻烦的。 在三保证之后, 老板表示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们解决。 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那天的情形, 不知道被谁拍摄到了网上, 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讨论。 百分之八十的都是在说我为人恶毒, 更有人扒出来了周正是临海公司的总经理, 说我爱慕虚荣, 高攀了他。 他们却不知道, 我初一时候父母去世, 他们给我留下了一大笔的资产。 够周正这个总经理, 正八辈子了。 喂, 然然, 你还好吗? 好像自从我离婚以后, 许良就不再叫我处女士了, 我们之间也有了偶尔的联系。 哈哈哈哈, 没事, 我心态很好。 挂断电话后, 我开始疯狂找营销号, 推送我反击的文章。 包括这些年来, 我给周明天一家买的高档营养品, 首饰, 房子的全款证明和家具的购买记录等等等等, 以及还有周正的出轨记录。 当然, 为了保证隐私, 我把女方所有的照片都打了马。 心态好这种话都是对外人说的。 背地里, 我恨不得他们一家子都身败名裂。 在我的推波助澜之下, 瞬间登上了热搜第一。 原本骂我的那些人纷纷评论, 姐姐看看我, 我才不会像狗男人一样。 姐姐人好好呜呜, 还得小三打马。 你看看, 把我拴在哪个家的哪个位置合适, 呜呜呜我就知道, 这是一定会有反转。 从来没骂过姐姐, 理智祖加一分。 当然也有一些离谱评论, 女人在离婚就没人要了。 男人出轨不应该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吗? 像我老公就爱我爱得不行。 这么多房子, 还不知道哪来的呢? 我就开个玩笑。 女人离了男人, 以后难处还多着呢。 就凭你离婚后这么绝情, 是我也会跟你离婚的。 我统称他们为破房男和离谱女。 周正所在的临海集团股价大跌, 周正也面临着被辞职的风险。 哦,不对, 已经被辞职了。 尘埃落定后, 许果非要拉着我去医院检查。 医生, 你看错了吧? 一个月前两个月前, 说我还剩三个月, 你这两个月有任何的不是吗? 出了医院后, 我还是感觉有些不真实。 许果抱着我, 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然后说让许良订个餐厅庆祝一下。 我没让, 我现在需要冷静一下, 或许是巨大的喜悦一下子涌了上来。 我还是有些不知所措。 医生说上一次的检查结果可能是误诊, 让我一个月后再去检查一次。 又过了几个月, 跟果果逛街的时候碰见了周正。 夏千哥生下了个男孩, 周正开始忍不住地嘚瑟。 出然, 像你这样的人也只配孤独终老了。 我劝他去做亲子鉴定, 后来听说两个人大吵了一架, 夏千哥的情夫把周正打进了医院。 周正的工作也没了, 财产也被夏千哥转移得差不多了。 真可谓是惨到了极致。 许果不止一次地问我觉得许良怎样。 爱情嘛, 不碰为好。 加班的第五天后, 我终于快忍不了了。 下楼拿外卖的时候, 忽然看见草丛处有隐隐绰绰的光影。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就只见周正拿着刀, 就向我扑过来。 又有一道人影闪了过来, 跟周正扭打在了一处。 扭打的动静很快吸引了很多人, 我匆忙地报了警。 回过神来才发现是许良。 周正被警方带走的时候, 还对着我放狠话。 楚然,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怎么在这? 你的胳膊受伤了? 我拉过许良, 从办公室里找出小药箱, 是一道划痕。 血渗了出来, 所以看着有些严重。 然然, 许良盯着我, 头顶的灯光落在他眼里, 像细碎的星星。 我初三那年, 家里有了变故, 我觉得失去了生活的意义, 几乎想不开, 要抛下唯一的妹妹去死。 后来, 我遇到了一个小女孩, 她给了我一颗糖。 许良在口袋里摸了摸, 递给我一颗奶糖。 她说, 人生在这世间, 就是有意义的, 说, 带我去看春天的花。 那时候, 她救了我, 现在, 换我救她。 我正了正, 我想起来了。 那时候, 我父母刚遭遇车祸不久, 我寄人篱下, 住进了舅舅家里, 舅妈对我不好, 非打极骂。 我时常一个人跑出去, 那时候, 我也想随我父母离去。 但是当我看到桥边的南海, 我忽然感觉, 我要救她, 也救下自己。 后来春天, 也没能一起看花, 爷爷奶奶来看望我, 把我带去了另一个城市, 我是来保护你的。 她说, 我爱你。 她看着我, 像虔诚的信徒。 接下来, 再给大家分享另一个故事。 我考上大学没钱, 大舅不肯见, 大伯卖猪帮忙, 我发达了大舅找上门。 我叫王康, 出生于1982年, 在南方一个极其偏僻的小山村中长大。 这里仿佛被世界遗忘, 四周都是连绵起伏的山巒, 将我们与外界近乎隔绝。 我们家的房子虽然简陋, 只是几间用泥土和石头垒成的小屋, 但它却承载着我所有童年的温暖回忆。 那破旧的木门, 每次推开都会发出枝哑的声响, 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屋内的摆设简单而沉旧, 一张桌子, 几条板凳, 还有几张木板床,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家, 让我感受到了无尽的温暖。 我是家里的长子, 下面还有两个可爱的妹妹, 我们一家五口人, 在这个小山村里相互依靠, 相互扶持。 村子很小, 总共也就只有几百人, 而且这里人多地少, 靠着种地为生的我们家日子, 一直过得十分艰难。 记得我刚开始上小学的时候, 家庭连产成包泽认质开始实施了。 那时候, 父亲和母亲的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仿佛看到了生活变好的曙光。 然而, 现实却给了我们沉重的一击。 由于缺少现代技术, 家里的农作物产量一直很低, 即使父母整日在田间辛苦劳作, 收获也不尽人意。 康儿, 这十几块钱的学费可咋办呀? 母亲满脸愁容地坐在床边, 一边缝补着衣物, 一边哀声叹气地说着。 我看着母亲那日渐消瘦的脸庞和粗糙的双手, 心里一阵难受。 四年级那年, 老天爷仿佛故意和我们作对一般, 气候出现了异常。 那一阵子, 不是狂风暴雨, 就是烈日暴晒, 给土地耕种带来了好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家里种的黄豆也没能幸免, 受灾极其严重, 原本就贫困的家庭经济情况变得更长。 爹, 这以后可咋整呀? 我看着父亲在院子里抽着汗烟, 忧心忡忡地问道。 父亲沉默了许久, 才缓缓地说, 康儿, 别怕, 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记得有一天, 我放学回到家, 看到母亲正坐在门槛上, 偷偷抹眼泪。 我急忙跑过去, 关切地问, 娘, 咋了? 母亲哽咽着说, 康儿呀, 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钱给你交学费了, 这可咋办呀? 我心里一阵酸楚, 却强装镇定地说, 娘, 没事的, 我可以晚点再交学费。 那段日子, 父母为了我们兄妹三人的生活和学费, 整天愁眉不展。 而我也在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好好学习, 将来改变家里的命运。 那一年, 家里种的黄豆几乎颗粒无收, 这让原本就艰难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母亲每天都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康儿, 你要好好学习, 以后走出这个小山村,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母亲总是这样对我说, 我用力地点点头, 把母亲的话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虽然艰苦, 但我们一家人始终紧紧相依。 在这个小小的山村里, 我们的亲情愈发浓厚, 我们相互鼓励, 相互扶持, 一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第二年, 仿佛是命运的捉弄, 村子又遭遇了灾难。 先是长时间的干旱, 让土地干裂得如同龟背, 紧接着又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引发了泥石流, 冲毁了不少田地和房屋。 我们家本就艰难的生活, 这下更是陷入了绝境。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三妹突然发起了高烧, 一直不退。 父母急忙带着她去了村里的诊所, 却被告知三妹得了肾炎, 必须要去城里的医院治疗。 听到这个消息, 母亲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 泪水止不住地流。 这可咋办呀, 家里哪还有钱给倩倩治病啊? 母亲绝望地哭喊着。 父亲紧锁着眉头, 沉默了许久后说, 只能去借钱了。 我看着父母那愁苦的面容, 心里也难受极了。 我知道, 学费的事情已经让他们很无奈了, 现在又要面对三妹的医药费, 他们该有多难啊。 我的父母小时候都很不幸, 他们都是靠吃百家饭长大的。 在那个艰难的年代, 他们尝尽了生活的苦。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 她不愿意轻易地向别人求助, 尤其是大舅。 大舅和大舅妈特别势利眼, 他们看到我们家穷, 根本就不想和我们家有什么往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父亲和母亲四处借钱, 受尽了白眼和嘲笑, 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 好在有些亲戚虽然过得也不好, 但注重亲情, 尽可能慷慨解囊。 我们东拼西凑, 把医药费凑齐了, 三妹得以痊愈。 而我也在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努力学习, 将来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不再受这样的苦。 生活的艰难似乎如影随形, 那无尽的困苦仿佛一张巨大的网, 将我们紧紧束缚。 但即便如此, 父母却始终如一地鼓励我好好学习, 他们总是念叨着, 孩子,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啊。 父亲那坚毅的眼神, 和母亲那温柔而充满期盼的目光, 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日子一天天过去, 到了初中, 家里的经济状况慢慢有了些许好转。 我的姐妹们也都十分争气, 成绩都特别好, 每次看到她们拿着优异的成绩单回家, 父母脸上都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然而, 命运似乎总喜欢在关键时刻开玩笑。 中考的时候, 我突然生病了, 那几天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 脑袋像惯了签一样沉重。 我强撑着去参加考试, 但终究还是没能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 当成绩出来的那一刻, 我感觉天都要塌了。 我呆呆地看着那与中砖录曲线相差几分的成绩单, 泪水止不住地流。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不停地喃喃自语。 母亲看着我, 心疼地抱住我, 轻声说, 孩子, 别太难过了, 这只是一次考试, 咱还有机会。 父亲也在一旁安慰道, 对啊, 咱可以去读高中, 以后一样能有出息。 我抬起头, 看着父母那满是关切和鼓励的眼神, 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努力, 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 于是, 我选择了去读高中。 高中的生活紧张而又充实, 我每天都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 拼命地学习。 而父母也更加辛苦地劳作, 只为了能给我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时光飞逝, 转眼间就到了高考的日子。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考场, 每一场考试都全力以赴。 当最后一场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 我走出考场, 长输了一口气。 等待成绩的日子是难熬的, 我每天都在焦虑和期待中度过。 终于, 成绩公布的那一天, 我怀着紧张的心情去学校查询高考成绩。 当看到自己的成绩远超大学录取现实, 我激动地差点跳起来。 我飞奔回家, 想要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母。 爹、娘, 我考上了, 我考上大学了。 我一边跑一边喊。 父母听到我的声音, 急忙从屋里跑出来, 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真的吗? 太好了, 我就知道我家孩子最棒。 母亲激动地抱住我。 父亲也笑得合不拢嘴, 说, 好啊, 好啊, 咱孩子有出息了。 然而, 喜悦过后, 我们又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 上大学的学费。 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对于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尤其是我的大学距离老家很远, 路费也是一大笔费用。 父母开始四处奔走借钱, 他们低声下气地求遍了所有能求的亲戚朋友, 可愁道的钱却少得可怜。 看着父母那日渐憔悴的面容和疲惫的身影, 我的心里充满了愧疚和自责。 爹、 娘, 要不我不上大学了, 我出去打工挣钱。 有一天, 我忍不住对父母说, 母亲一听, 立刻板起脸来, 说, 胡说什么呢? 好不容易考上了, 怎么能不去上? 学费的事情你不用操心, 我和你爹会想办法的。 父亲也坚定地说, 对, 孩子, 你只管好好读书, 其他的有我们呢。 一个炎热的午后, 太阳高悬在空中, 炙烤着大地, 仿佛要把一切都烤焦。 我和父母一起, 怀着一丝希望来到大舅家, 希望能从他那里借到一些钱来凑齐我上大学的费用。 当我们来到大舅家门口时, 却发现大门紧闭, 我能听到屋里传来隐隐约约的麻将声, 那熟悉的声音让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父亲深吸一口气, 开始敲门, 一边敲一边喊着大舅的名字。 大哥, 是我们呀, 开开门呀。 父亲的声音在炎热的空气中显得有些干涩。 然而, 屋里没有任何回应, 只有那不间断的麻将声。 母亲也着急了, 他也跟着一起敲门, 声音中带着一丝祈求。 大哥, 开开门呀, 我们有急事找你呀。 我站在一旁, 心中满是苦涩和无奈。 那炙热的阳光晒得我头晕目眩, 但我还是紧紧地盯着那扇紧闭的大门, 期盼着它能打开。 我们就这样在裤鼠中敲了一个下午的门, 汗水湿透了我们的衣服, 我们的嗓子也寒哑了。 可大舅始终没有开门, 仿佛那扇门后是另一个世界, 与我们隔绝开来。 父亲的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情, 他的眼神变得暗淡无光。 母亲则默默地流着眼泪, 那泪水混合着汗水, 流淌在他的脸颊上。 走吧, 看来大哥是不想帮我们。 父亲无奈地说道, 我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门, 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委屈。 为什么大舅明明在家, 却对我们不理不睬?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绝情? 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 缓缓地离开了大舅家。 那炎热的午后, 那紧闭的大门, 那敲了一下午都没有回应的经历, 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成为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但我也知道, 不能因为别人的冷漠而放弃, 我要更加努力, 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未来, 去报答那些真正关心和帮助我的人。 就在我们一家陷入绝望的时候, 大伯出现了。 那天, 大伯提着一个袋子来到我们家。 哥, 你怎么来了? 父亲惊讶地问, 大伯笑了笑, 说, 我来给孩子送学费啊。 说着, 大伯打开袋子, 里面是一叠厚厚的钞票, 这是我卖了家里的猪筹的钱, 一共一千八百块, 应该够孩子的学费了。 大伯说道, 母亲感动得热泪盈眶, 拉着大伯的手不停地说, 大哥, 谢谢你, 谢谢你, 父亲也哽咽着说, 大哥, 这钱我一定会尽快还你的。 大伯摆摆手, 说, 都是一家人, 说什么还不还的。 我只希望孩子能好好读书, 将来有出息。 我站在一旁, 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 我暗暗发誓, 一定要好好学习, 将来报答大伯的恩情, 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带着父母和大伯的期望, 我踏上了前往大学的征程。 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 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我努力学习专业知识, 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在大学里, 我也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 我都会想起父母那鼓励的眼神 和大伯那温暖的笑容, 这些都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大学毕业后, 我怀着满腔的热情, 踏入了社会, 开始努力工作。 那时的我,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 每天, 我早早地起床, 挤着拥挤的地铁去上班。 在公司里, 我拼命地工作, 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 常常加班到很晚。 回到家时, 虽然疲惫不堪, 但看着家里逐渐变好的迹象, 我的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经过几年的奋斗, 家里的生活水平终于慢慢提高了。 我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 也把父母接到了城里和我一起住。 那一天, 当父母走进新家时, 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是我许久未曾见过的满足。 然而, 多年后的一天, 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 那天, 我正在家里陪父母聊天, 突然门铃响起。 我打开门, 看到大舅站在门外, 他的脸上满是愁容和尴尬。 大舅, 您怎么来了? 我有些惊讶地问道。 大舅搓着手,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外甥啊, 大舅这次来是有事求你。 我让大舅进了屋, 给他倒了杯水。 大舅沉默了一会儿, 才缓缓开口道, 是这样的, 你表弟他, 他在外面欠了赌债, 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 我们实在没办法了, 你能不能借点钱给大舅, 让我们先渡过这个难关。 听到这话, 我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了多年前那个炎热的午后, 我们一家在大舅家门口敲了一下午门, 他却紧闭大门不理不睬的情景, 心中的那股委屈和愤怒又涌了上来, 我真想直接拒绝大舅。 可是, 当我看到大舅那无助的眼神和父母脸上的不忍时, 我的心又软了下来。 我在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 对大舅说, 大舅, 我可以借钱给您, 但是您得答应我, 以后一定要好好管教表弟, 不能再让他去赌博了。 大舅连连点头, 眼中含着泪水说道, 外甥, 大舅知道了, 大舅对不起你, 当年是大舅太绝情了, 大舅以后一定好好报答你。 我拿出了一笔钱交给大舅, 大舅千恩万谢地走了。 看着大舅离去的背影, 我的心中感慨万千。 我的这些经历让我明白,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都不能放弃希望。 当年, 虽然大舅对我们冷漠无情, 但我依然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 让家里过上了好日子。 而教育, 真的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 如果不是上了大学, 我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心情的力量也是很强大的, 即使大舅曾经那样对我, 可当他遇到困难时, 我还是选择了帮助他。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